敬請各位夥伴 大家好 我不一點名唱片了 這個 session 是由我跟行政院合副秘書長 一起來主持 因為每一個時段都是一個人主持 為什麼這個時段是由兩個人主持 因為這個 session 是精神病的我見我聞 我們這個 session 有三個不同的族群 來跟大家分享 有康復者 有家屬 也有我們的媒體記者 因為我本身是康復者 也是家屬 所以這個整個生病的歷程 跟陪伴的歷程 還有社會資源的過程 我非常的了解 那我也是希望說 因為每一個人對自己的健康疾病 還有康復的定義不一樣 所以我們期待說 而且現在社會事件那麼多 那我們想藉由這樣子去翻轉 所以不管是不是翻轉 就是讓大家看到不一樣的媒體的報導 那我的 因為這個 session 有四個分享者 那時間又很短 那我想說 我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康復者 也是家屬 那我想說 讓我們行政院合副秘書長來講一下 他自己的想法 然後我們再接著讓四位這樣子來分享 謝謝 這樣會這些這樣 福醫師 然後我所敬愛的賴醫師 請我們今天參與這個研討會的所有朋友們 大家好 其實我今天會來 有一個 除了我這個職稱的身份以外 還有一個很特殊的身份 是我自己就是家屬 那所以我很願意跟我們這個 李秘書長一起來 來主持這個 section 這樣子 那我想要表達的是 第一個 我想講一下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的弟弟也是在17歲的時候就發病 那麼可是在我2000年之後呢 他長期而且持續性的接受了賴醫師的治療 那麼賴醫師的治療呢 很特殊的是 就是在這個從2005年之後呢 我們在 就是這個 要展開了這個所謂的居家復健機構的 這樣子的療法 讓他在這個社區復健中心 跟家裡之間 可以進行一個這樣子的一個銜接 所以他一直很穩定 到現在 那當然偶爾會有病發的一種輕微的症狀 可是呢 這個也都能及時的得到一個醫療的照顧 所以這個是我 我覺得我可以見證這個 我們剛剛這個今天研討會的主題 就是說所謂居家 或者是包括社區復健醫療的重要性 那麼我想跟大家報告是說 這個我們行政院大清德院長 他在這個禮拜四的行政院院會 他有針對最近的這些 我們社會上比較發生的這些 包括我們視覺失調症患者 所謂現在可能也還沒被判定的 這一個所謂的犯罪事件的問題 那麼其實他也提到說 社會安全網的建立是最重要的 那我覺得在這個拉運長 他所提示的社會安全網的建立裡面 一個最重要的部分 應該現在當務之急 就是我們今天研討會的主題 就是我們這個社區精神 把這些復健機構的預算減少 而住宿型的復健機構上升 其實這個趨勢是應該要再把它調換過來 這才能這個銜接我們所謂要強調的 讓這個患者可以回歸社區 這樣子的一個趨勢跟一個精神 那當然我覺得今天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待會要聽一下 我們真正的所謂的這個本身是患者 或者是家屬他們整身的自己的這個經驗 或者是他們的情感 他們的感想來跟大家來分享 那並且在今天的研討會 能夠得到更具體的印證 跟未來的這個方向的發展 那我再把時間交換給了 董營師長 謝謝 謝謝董營師長 因為我全國這樣跑透透 很少康復者跟家屬願意出來 我今天跟董營師長站在這裡 我相信可以說服到很多的人願意站出來 那我們接著 我們就來第一個分享者是那個趙曉玲 曉玲 我想我不用再多介紹她 她會自己去介紹她自己 那我們來歡迎曉玲來為我們分享 謝謝